因為他越來越傾向把他當作感冒 可是死亡人數每天還是在800左右 以他們的感染量800算還好 是沒有錯啦 大概是千分之三到四左右 可是那個量很可怕 這麼多人中 比如說台灣 我們最近那個不是 那個好像是柔道隊還是什麼吧 我們的空手道代表團 中了一半耶 22人後來最新是中13個 對啊 那你去想想中傳染率 而且裡面三分之二是打過兩劑 對 都是穿透性感的 對啊 真是可怕 這個應該這麼說啦 就是美方可能已經完全要考慮到 因為他現在有個問題 你在聖誕節期間 十天 他原先是十天的隔離期 他連飛機都飛不了 所以他連什麼檢測 就是Test Kit的運送啊 什麼東西都已經完全受到拖累 不過美國最近有很多飛機的航班取消 那你別說啊 台北飛上海 上海飛台北也是啊 對啦 因為傳染太恐怖了 Omicron太恐怖了 沒有 我跟你講現在全世界 而且這麼多人啊 倒完兩劑都中 現在全世界最危險的就是 港澳台跟中國 因為沒有受到大規模 Omicron侵襲就剩我們了 是是是 我們還在 我們今天統計到今天為止 境外入境的 Omicron有48核 對 那我實在 可是本土感染還沒有 那我們即將在春節期間回來的 大概有三萬多人 對啊 怎麼可能 而且我們還要降到7加7 是 7加7的後7天是沒有辦法確認的 7加7已經開始了 喔喔喔 但那後7天是不能確認 12月14就開始了 哎呦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所以這個J旺說 今天聽快遞公司的小哥說 過年也可以接單單送快遞 疫情前都是停3到4週左右 但這個說歸說 是目前的疫情 OKOK 好不好 目前的疫情可以這樣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好像還沒有什麼Omicron 沒有 目前 可是這就麻煩了 因為Omicron感覺是跟人類和平共處的一個 對 它是一個輕症居多 可是它存染力很強 對 那所以它就變成一個強勢物種 是要讓這個COVID-19 永存於人類社會裡面 卻不要死太多 我聽說 我今天聽是沈副雄講的啦 沈副雄說 不會有肺阻塞的後遺症 喔 就是它沒有那個長期 他說基本上不是沒有肺炎 可是你會有兩三天的感冒症狀 還是不舒服 是有 因為美方的意思就是 主要Omicron有傳染力的是 有症狀前兩天 跟有症狀的三天 那就是五天 那邊那時候要隔離 後續五天就自己戴口罩就好了 痊癒之後相當於打兩劑的十倍 打兩劑疫苗的十倍 這以前以色列就公布過了 對對對 就是自然免疫嗎 效力勝過三劑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有點阿 上帝在照顧非洲 對 結果非洲這一波幾乎都是Omicron 因為強勢而且在來一起打 非洲幾乎 除了南非之外 大部分都沒有疫苗 對 結果我們得過病之後 大家都有免疫力 對啊 那最明顯就是南非嘛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 上帝幫了非洲 他如果是碰到Delta 不行 Delta Delta就真的重症比例相對高 是危險 但等等我還是先把這個 斗內